說很認真 剛才我主席秀比武 表演很好 剛才我們三個 班長這三個 愛奇 品瑞 宥恩等三個 馬仔在找校長領一個獎品 因為待會校長主席表演之後 就有事情要出去 所以馬仔來找我校長領一個獎品 那今天是我們愛軍國秀的目的意義 所以今天校長希望所有的我們的學朋友跟老師一樣 在學校跟同學在學校的時候 在開講的時候 都可以用武藝來對話 這是我們今天武藝去很重要的一個方針 那因為要進過年了 所以在我們很大的學校的時候 校長成了很好的各位學朋友 在這裏下冬天大家要身體健康 未來一年大家要進步 尤其是 後兩禮拜 有可能我們就要做紀錄課了 我們有很好的學朋友在科期 一起順利 可以在過年 讓我們的師傅 中夥 我阿嬤是老伯老夫 今天就是一個大紅包 這樣好不好 今天就是大紅包 大家很高興 好一年開始 我們祝福我們未來一年 大家都健康順利 最近我們除了這個武藝去 大家祝福你祝福 上面也要跟你們說 為什麼我們武藝去的由來 那這個武藝是因為我們世界有一個武藝 在那個頂著每一年二月二十一 由聯合國交國分組織在1999年 開出這個議意見 是說 從2000年開始 每一年二月二十一 是世界的武藝 無標是希望說 向我們全球來選團 保護議員的重要 可以幫助我們 武藝 可以繼續流傳下去 比方有的地方有很多 不一樣的地風的議員 慢慢在我們地球後就消失去了 這就是世界武藝 要來提供的精神 我們臺灣為了給我們聯合國交國分組織 所以也一定要每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給世界武藝 來幫助我們議員的文化 很多很多的作用性 保護我們世界這麼多的祖先 所以我們 在我們95年5月選佈 所以95年還是是 就是台灣武藝 規定我們每一個學校 每一個禮拜要選一天 做我們的武藝 所以我們要去說 是選一天 我們禮拜幾天 禮拜四 禮拜四是我們愛軍的武藝 所以今天我們希望 我們所有的老師和孩子的小朋友 在開港 這個禮拜時 盡量都沒有武藝 來 讓大家可以 說習慣 不然到時候 越來越久 他要大陣 就別說武藝了 到時候 阿嬤要跟你問 要跟你說話 阿嬤 你說什麼我聽不懂 阿嬤 阿嬤說 孫子 你說什麼我聽不懂 阿姬同壓強 這很麻煩 所以我們今天 沒有醫院是希望 各位觀眾朋友 可以把這個 很好的藝業的圖上 可以繼續流傳下去 各位觀眾朋友 有聽到嗎 有啊 我們現在開始 繼續 來 各位老師要來表演嗎 好 我們現在有很多 很優秀的小朋友 要來表演 我們的武藝 那 現在是 英文的嗎 好 有兩位主持 好 好